OdioJungle 中国独立自主研发的首艘国产航母的西装工作即将完成,航母的舰载设备都已经到位。据媒体报道的新航母图片显示,新航母已经拆除了周围的脚手架,且已经安装了拦阻所。 新航母的海事计划在4月23日的海军节完成,且在后半年会正式进入海军序列。这艘国产航母在设计建造中有很多部分经过了严厉的整改,其中变化较大的是舰岛的设计,整体布局更加简洁。 作为航母的大脑指挥部,舰岛包括了作战指挥室、通信控制舱室等重要部分,以及大型舰载雷达、动力装置烟囱等。可见其重要性,经过整改设计,国产航母的舰岛上层建筑,保证了空间的有效利用,更有利于安装国产有源向控制雷达,缩短了10米的长度,节省了更大的空间给航母升降机以及舰载机调度区。 国产航母排水量5万吨,采用的是花跃起飞方式。国产航母采用的有源向控制雷达装置也是中国最高端的雷达装置,其性能已达到了全球潜力水平。 这款国产有源向控制雷达,主要是由大量的发射接收雷达结合而成。 每一个发射接收模块都有一个辐射器,新颖的结构组成,每个小雷达之间互不干扰,相互迷糊,共同组合成一个大型雷达。 大大加强了其探测力度,集合递增的探测功能,让国产航母能有完成360度圈方位无死角探测空情,进一步提升了航母的安全性。 这艘航母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国产航,和辽宁舰相比,性能更加优秀。 其中发动机、电子设备、雷达、舰载的武器都是采用中国最顶级的装备。 因为有辽宁舰的基础,在武器装备以及人员部署等各方面的经验更加成熟,这艘国产航母的服役,也将会以后国产的第二、三艘航母的研发设计,奠定了更深的基础。 中国的双航母战斗训练也即将开展,并将为祖国需要而完成更多的作战训练。